蒙古這個國家 受到一帶一路的影響 瀕臨破產邊緣 另外一個很有可能破產的國家 也是中國的麻吉麻吉 是緬甸 對 那我們上個禮拜就講 斯里蘭卡 蒙古 緬甸排名第三 現在大家排隊 排隊什麼 國家破產 但是我們對緬甸的概念 就是它不是珠寶大國嗎 緬甸 我們來看 在所有家事打的一個拍賣裡面 包括像你看 這個是歌雪紅 這個多少你知道嗎 二十克啦 一千八百三十萬美金成交 這全世界沒幾顆你知道嗎 所以像英國女房那一個 是印度的那個 這不簡單 另外你看這樣的 二十九顆的鬼粹 最主要是每一顆都一樣 你不要找每一顆都一樣 這是不簡單 九千五百七十二萬港元 我們再乘以四 你就知道要再四樣 這也是在緬甸生產的 那緬甸全世界的很多 我們台灣的一個婦女同胞 我們很多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都市的一個女孩子 一輩子最喜歡的 葡萄原始百分之九十來自一米電 但是他每年光是這個部分就可以賣 十八點七億美元 這怎麼可能破產 對啊 這麼有錢 作用金三銀三 對 但是 降他的三分之一 而且他過去十年 2011年 他的經濟成長是8.8% 然後過去的十年 從2021年到2010這十年 平均他的GDP成長一倍 這國家不是很爛的國家 他的面積67.6萬平方公里 是跟烏克蘭一樣大 是台灣的18點多倍 他全世界如果用面積來講 全世界排名是第四十名喔 這個國家是很油的喔 但是想要做到哪裡 因為他把所有的寶石 礦石全部交給中國打理 他為什麼不自己做 沒有啦 所有的 這種都是這樣啦 因為他的軍政府 那種大老粗啊 按摩日啊 按摩經濟啊 大家可以窩一窩 因為你今天沒窩 明天就沒機會了 結果今年沒窩 明天就讓人推翻了 所以那個國家是一個不成長的國家 不充滿 千萬不充滿 翁山志祭 敏申也不能去 對 當然不能去啊 他真的說 他說那是真的 九條生命 剩一條回來 很危險 百分之九十的悔罪出口 中國說了算 那中國說了算 價值不太好 給你很好嘛 那敏甸跟雲南中間 他有一條街 叫做國界線 那國界線可以跨來跨去的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 玉石的一個轉換的地方 那很多中國的玉商都從那邊 然後賣到中國 賣到香港來 那很多台商也到那邊去買 所以其實那個價格是由他控制 那問題就是說 你看2011年他8.8 但是他的國家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軍人政變 當政變以後 那些軍人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個就過去在街上 我們可以看到在緬甸的陽光 碰碰 水溪都可以 很多人抗議嘛 然後抗議就打 那抗議的裡面有很多銀行 銀行的員工就白領 他也出來抗議 那我想大家對緬甸的一個 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他們要買東西是扛著布袋 現金 用現金在買賣 而他的錢是一捆一捆的 那一捆一捆的 你今天買的時候 你怎麼算呢 用秤的 用秤的 比如說他們已經弄好了 10萬塊可能是1公斤 那你1公斤就是10萬塊 你回去可能數了多2張 2張買不到1張油條 那灌你 都是用秤的 那緬甸現在不是這個危機 是因為你的錢放在銀行 領不出來 也領不出來 領不出來 跟河南一樣 那銀行有規定 每天有10個到15個 前面可以領 那怎麼辦 早上4點去排隊 排到9點半 排了5.5個小時 發塑膠牌 慧敏你很幸運 你拿到第15號 我拿到第16號 沒有啊 那我今天要用錢啊 沒有啊 怎麼辦 趕快去排 去排什麼 排ATM ATM 頭前已經排40個了 也不一定等到你要領 領沒錢 那這個時候他們也很聰明 我們找五六個人一組 大家都來排 排到的人 就是台灣四個都領 你排到 我們四個就大家都有 馬仔後來排 我排到 我們大家都有 變成這樣子 那很多他們現在做生意的小餐商 一些網紅 因為緬甸的隔壁就是泰國 所以他泰銖跟緬甸幣 以前就是交流 都在交流嘛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你泰國人 那你給我泰銖現金 那我給你緬甸的現金 他現金來現金去 那現在中央營糧沒有錢啊 沒有錢怎麼辦 所有在緬甸的外商 你有35%以上的這些外幣 全部給我換緬甸幣 因為我沒有外幣啊 你有美金啊 你有這個什麼歐元 全部都換成緬甸幣 但是這個國家三倒萬倒 還是要一定倒啦 所以你看他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每天生活費1.25美金 這是一個次平的國家 三四十塊 對 你一個國家 這麼好的國家 五千五百萬的銀口 這麼好的國家 給你撥到這樣 在亂住一碗買 所以這個國家也不要去了 這就危險的國家 對